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现在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 管总讲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 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去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 背后值得我们要去关注的议题 让我们再看事件 不是只有看热闹还可以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 有Podcast 欢迎大家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也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那不管金额是多少 都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鼓励跟力量 可以让我们持续做更多更好的报道 做更多更深入的访谈 今天的节目要来延续上个礼拜 跟大家讨论到的有关白色恐怖的家庭 不管是一代或是二代 他们所面临到的这个创伤的问题 那在节目当中也一样邀请到两位来宾 一位是陈慧英 是白色恐怖受难者的这个家属 是二代 那第二位是这个 第二位是杨敦祥 敦祥你好 敦祥是这个台湾政治暴力创伤 跨专业疗育协会的理事 两位其实都是这个协会的理事 那事实上很谢谢慧英在上礼拜愿意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他属于他自己的故事 但是这个故事绝对不会是一个个人 他是事实上是跟他家庭的有关 而这个家庭所面临到的问题 其实也会影响到他的这个周围 他的职场他的其他的人际的网络 更重要的是这个家庭的故事 不是这个家庭所造成的 而是这个社会 而是这个国家 是这个政策 这个政府所造成的 也因此我们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 就要把这个面向跟讨论 拉到一个政府跟政策的这个层面上面 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 不过当我们在谈这个政府政策的问题的时候 我还是想要先来请教慧英 就是上个礼拜我们谈了这么多你的故事 然后其实你也面临到这十几二十年来的 这样一个历程 那你也愿意来公开来讲这件事情 我不晓得可不可以这样的问题 你走出来了吗 或者说这个是没有走出来这件事情 永远都一直是存在的呢 没有走出来这件事 就是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 不管是伤还是疾病 还是一个人的受苦 其实是不会有走出来这件事 其实它就是会一直在身上 只是说你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撑住 这个伤带来的不平衡 或是说怎么把它就是 怎么样可以稀释掉那些 那些比较闲的部分那样子水够不够多可以稀释 就是它比例还是在 但是我们有没有足够多的温柔去处理它 对大概是这样 我觉得这件事情蛮困难的就是 像我们之前讲的就是 当家属们觉得讲出这件事情是不见得被理解 未必是不安全 可能是去描述它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情的时候 多数的时候就选择不说 那从不说到说这件事情 它就是一个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历程 但是虽然是很困难 是很重要 可是也很容易 很容易在过程里面被打败 被打败是什么意思 就是 就是会崩溃啊 那个崩溃是很没完完全 自己的情绪上面会崩溃 嗯 嗯 对 家庭关系也会啊 就有很多人是 是出来做见证之后 就是 就是跟家庭的关系变得不好 或者是家庭的 就是或是同案的人可能会觉得 就不是你讲的那样 嗯嗯嗯 像我这样出来讲一些白孔的事情 然后讲成 把受难者讲成一个 就是比较看起来比较不堪的现况 这件事情也会挑战一些 觉得受难这件事情是光荣 跟勇敢的这些 这些这些人 嗯 对或者是 不想要把这些事情 说成有创伤这件事的人 嗯 那可是我觉得白孔 白色恐怖的受难者 或说228的受难者 有各式各样 那受难者有很多面貌 他有很勇敢的 或是很 很冤的 或者是勇敢的说他真的做了什么 他真的很想要去 嗯 嗯 嗯 对抗某个极权 或者是他 他是被冤枉 或被罗兹入罪 或是他是 他是 就是在像我们做学运 或是做一些社运的时候 那种被带着的 被带着一起抗争的人 或者他就根本就只是 旁边的一个被 被抢扫到的人 这样子 像二八比较多这种 那 这一些人 他都是 他 他有他不同的故事嘛 那 这是他受 受难的 最初的样子 可是他后来变成什么样子 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 嗯 那我觉得光荣的 勇敢的跟不堪的 都是受难者的其中一种面貌 爸爸他虽然现在状况没有很好 就是他有后来不好的状况 可是他也有他过去非常坚毅的那个样子嘛 嗯 那 这都是他们的面向 我觉得这些事情不是丢脸的 嗯 他应该也不是不好的 他应该要是被完整看见 因为这就是一个人完整的样子 不管是任何人 不是只有受难者 任何人都是这样 就是他是一个完整的 完整的状态 那他应该要是被 被很很很好的 嗯 看到跟聆听这样 嗯 我觉得当然对某些人来讲 他是一个光荣的印记 或者是他是一种勇敢的表现 但是的确对某些人来讲 他是一个创伤 而这个创伤 我觉得一直不是当事人 他可能是他周围 像我们上个礼拜提到的一些经验 我举一下228的这个例子 例如说 我们在228都知道一个人叫陈辰坡 嗯 可是其实有一个人是陈辰坡的好朋友 就是在民床 他叫做刘新路 他跟陈辰坡一样都是一个画家 然后他做的画也很多 然后现在包括像很多的美术馆 都会收集他的画作 可是他的画作大部分都是在年轻的时候画的 什么时候开始不画的呢 就是陈辰坡过世的那时候 嗯 就让他知道陈辰坡被枪决之后 他就从此不再画画了 因为他的创伤 他的心理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大 他甚至自己都内缩起来 他是不敢去讲 不敢去面对这些各式各样的问题 我还有一个经验 就是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 去参加这个228相关的关怀的组织 就是跟基督教旷也设 那我那一阵子大概每个礼拜都会跟228受难者的家属在一起 例如说我们会到处的去推广去演讲 然后去跟大家谈分享228的一些经验 包括跟软美书等等的这些前辈 我们都有一些很密切的接触 但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软美书 而是一个当时我听到一个故事就是 有一个卡车司机 他那时候的工作是专门载这些尸体 之后把他到山上去把他掩埋把它处理掉 在那个过程当中 其实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他从此对肉这件事情他是恐慌的 他不再吃肉的 他甚至对食物这件事情 他会产生很大的害怕 这个都不是当事人 都不是当事人的家庭 而可能只是他的朋友 而可能是一个莫名其妙被卷入的一个不相关的当事者吧 那这个伤害当然他是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不管如何 怎么去面对恐怕都是无法 应该讲说怎么去面对都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不管能不能走得出来 或是走不出来 可是我还是要请教会因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十几二十年来 当你特别是当你知道家里面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 或者是爸爸 你越来越清楚他的样貌跟他的原因的时候 你有去找过相关的任何的协助吗 不管是专业者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所谓的倾诉的对象吗 嗯 除了 老师以外 老师当然就是 就是 就是因为妈妈有在跟老师 谈所以 老师的部分 老师当然就是知道了比较多 也给了比较多的帮忙 就是说我有状况的时候 当然也有遇到很糟老师 然后 我就有一个经验是 我小的时候 因为知道自己是单亲嘛 那时候都会说自己是单亲 那 我就觉得说 就是因为有其他单亲的同学 跟我是好朋友 他就说他有受到贾福基金会的协助 那时候主要负责单亲孩子的是贾福 那 我那时候有一个心情是 我们家 如果能够跟外面的资源 接在一起 那就好了 嗯 是不是就 我当然没有那么清楚的感觉 可是我就开始想要连在一起 但是当然 只是一个小学生 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当然就没有办法 就是 真的有连结 然后到高中之后 开始就有 在做资商 是比较是我自己的部分 就开始在做资商 整理这些事情 可是在资商的过程里面 也起初 当然都是讲一些人际上 或是我跟我爸的关系 可是都没有把这些东西 跟政治暴力创商连在一起 就觉得 那个就是一个人的困境 也比较常是把爸爸当做一个 思觉失调的患者 因为他在疾病的诊断里面 他就是其他类的思觉失调 嗯 对 那 呃 另外一层协助 就会是 爸爸他 后来有去精神科看 可是他去精神科看也是透过 就是我 我过去也很想要让他就医 想说吃药会不会让他好一点 可是在这个就医的过程里面 因为他并没有自伤伤人 嗯 所以就是从来都没有办法 强制送医 跟就是真的去医院做什么 后来有一个机会 反正就是带他去 就是 就是有个机会 跟他在他比较身体 比较不好的时候 我跟他说 那我们去跟医生拿 就是让我们好睡的药 这样子的机会让他去医院这样 那个医生 本来就是我的医生 嗯 很熟了 就是他也很知道我爸的状况 于是他就 我们就 就是 用这种方式去 去让爸爸就医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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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在那之后 爸爸就开始稳定的吃药 然后那个药里面 当然就含了一些抗精神病药这样子 嗯 可是 就是他当然就是也就稍稍稳稳定了下来 这样子 嗯 但是这个过程蛮久的 这是已经是到研究所才做到的事情 对 然后 不过那也是可能只有 让这个生理上面稍微的可以舒解 舒缓一下 嗯 吃药也会协助到情绪的部分 只是说 但是那个创伤还是在啊 对对对 当然还是在 然后 然后我自己的部分当然就是 智商嘛 跟吃药 那爸爸的部分就是 刚刚说的 齁 第一个接受到的协助 就是我刚刚说医院 就是医生那边 那也是因为医生有创伤知情的 概念 他知道这个人 他过去是特别的 没有把他的 妄想 就是或是被害妄想这件事情 当作是症 单纯的症状 一般的状况 对对 所以他才能够 就是跟爸爸建立一个 我就假装你是来吃 就是来跟我要安眠药的 那 事实上药袋上面都有写那是什么 对 抗精神病药有写 他是抗什么 幻觉什么 可是爸爸 就用这种方式 就是默默的接受这件事情 就吃药吃到现在 嗯 嗯 爸爸的一个状况 当然或是包括你的状况 其实都不是一般的所谓的创伤 或是一般的所谓的心理上面的一种 一种疾病也好 或是这种情况也好 他事实上是跟整个政治受难 政治创伤是有很大的关系 我想要请教敦详就是 呃面对这样的一种 所谓的政治的受难创伤 或政治的创伤 一般来讲 会需要什么样的协助吗 我其实在上一集 我觉得就抓到一个关键字 嗯 就其实是那个关系 对 我们自己看这些受难者和家庭啊 就是我们会知道 每一个人创伤的样态都不一样 像刚刚在谈就是 呃 创伤或者是很光荣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都会经历一个 经历一个阶段 我们到底什么话是能说的 对 就是今天我们政治创伤 只要开始发生的时候 他会选择用创伤来发生 还是选择用光荣的事情来发生 那都是一个入口 但即便在怎么光荣的背后 他都有伤 嗯 不过即便在我们创伤里面 有他很坚强 很有力量的那个部分 那 就像我们刚才讲 我们是希望让 这个社会 我们今天到一个民主的社会 是让各个不同的样貌 不同的声音 都能够在这个过程中 被发展出来 而不是今天比如说 曾经有一个时期 我们可能为了要 真正生产者为了要争取补偿 这件事情补赔偿这件事情 然后要在那个时代 让他成为一个可被接受的 他好像唯一能说出的说法就是 就是我们很冤 就有很多冤错假案 但这冤错假案里面 会不会有一丝丝一部分 其实是他真的当时觉得 这个社会太糟糕了 他想要 想要为了这个社会反抗 或者是做点什么 可是那个就是在那个时代 氛围下不被允许的 那我在想我们再回过头来谈 今天我们要想办法做点什么的时候 其实就是要让这些不同的声音出来 那对应到的其实是社会 而当我们在创伤发生 或是这些事件发生 如果有一些关系可以留下来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他的商可能 样态就会比较有机会 有比较好的发展跟预期 就是说他今天要说出来的时候 那个机会会比较大 那即便到现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就是要想办法建立一些关系 让这个关系是让他觉得足够安全 足够信任的 可以让他的全貌 慢慢的一丝一丝的被我们看见 其实在上一节题里面也提到说 其实你其实是在大概三四年前 才开始接触到这样一种政治创伤 那刚刚我们在整个讨论当中 也看到政治创伤的原因有很多 或是我们在面对政治创伤的时候 我们心里的状态 到底我们觉得是一个光荣的呢 还是一个羞耻的 还是一个冤枉的 还是一个各式各样的情绪的状况 是很复杂的 那可能跟当时的状况 会跟整个政治的处境都有很大的关系 可是我想要问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一直在谈到所谓的帮助的人 可以去助人者的这样一个工作 在台湾看起来有一些心理师 有一些社工师 可是这像看起来是一个比较独特 或是比较不一样的 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心理创伤 台湾这样的一种所谓的 在这种政治受难的这种所谓的帮助者 这种助人者多吗 足够吗 如果要成为这样的人 他需要有什么样的条件跟准备呢 我觉得现在的现况其实是不够多的 那这不够多 当然也跟体制跟建制有关 这件事情才刚开始发展 所以其实我们做这件事情 是需要很多的实务经验去累积 就像我也是在这个场域中 慢慢去跟这些受难者或家属相处的时候 才学习怎么跟他们工作 那当然在先前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先辈知识的培训 什么的 但那其实都还是要到现场去临阵抹枪 然后在背后有人随时可以跟你讨论 跟资源去面对这件事情 那因为这整个方案其实才刚开始 他有的职缺也不多 然后大部分职缺也都是非常的不稳定 可能一期就是 因为受促转会的任期限制 一期还就是8个月 6个月 他就是给你这样很短期 这么短的时间 对 那就变成是说 因为促转会他每年都要重新领募 说是不是可以延续 他给的标案就是都很短 那就在这样的框架下 其实工作者就会变得很难造 但对于很多工作者来说 他的发展性就会受限 所以就也很难聚集到 很多各式各样不同职类 然后不同工作经验的工作者 到这个场域里面 所以其实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教育体制 我们的政府 其实在这部分 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准备 对我们可能有社公司 有心理师 但是没有人是真的是为了 就是我们应该说才刚开始 要为了这件事情 而培训了一群人 这样子 但其实还是相对很少的一群人 这样子 这里提到了 刚刚特别谈到所谓促转会 促转会我们当然知道 他在转型正义当中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可是你也提到的是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政治创伤的 这种疗愈也好 或是协助也好 其实也是促转会在做 可是又看到一个问题就是 他的 他可能随时要结束 应该在几个月之后 他就会消失 或者是他至少在没有消失之前 刚刚谈到这些工作者 都是非常短期的 这种聘认的关系 那他很难去稳定 那国家在这个过程当中 到底应该要做些什么 或者怎么做 即使促转会 可能任务完成消失了 或者是可能也很多人觉得 他不需要存在 但是这些政治创伤的受难者 还是存在啊 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回过 来讨论这个话题 重点就是 你建立一个关系是需要长期的 特别是 这么严重的伤 他的那个伤不是只是对特殊对象 而是对于整个社会是不是在 我觉得某种程度也是 当他受难的那个过程 以及他出来的那个过程 他的精力是不被人理解 而且他在受难的那个过程 没有人可以救他 这个被世界遗弃的感觉 那么神 他要怎么去相信 有人要进来帮助他 而不是害他呢 所以 所以那个进来 协助他 或是去陪伴他这件事情 光是这个东西的安全感 就要建立非常久 关系要建立非常久 这就是一个考验 欢迎再次回到灿害时光会客 是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关中翔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 呃 慧英跟敦翔两位好 老师好 老师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前面的两集都很严肃 我们终于稍微轻松 但是待会儿 我觉得是一个更严肃要讨论的东西 就是我们事实上刚刚 其实都还是在讲 比较多的是慧英的这个生命的历程跟经历 当然我想跟我们补充的谈起 所接触到的这些个案 这些实际活生生的一些例子 可是我觉得很多东西都不是自己应该 不应该是自己个人去面对 或是个家庭去面对 特别是我们谈到白色恐怖 这件事情是跟整个的国家的体制 或是国家暴力是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国家不管是怎么样政党也好 只要这个国家是一个延续性 他本来就应该有责任来去面对 或去处理这样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的 这种跟白色恐怖 或是对于国外转型正义的相关的讨论 他其实比较偏向的 会是在一些历史真相的调查 或者是比较偏向的是 到底要不要公布受害 加害者 然后这个加害者要不要道歉等等 或者是一些补偿的问题 看起来都是一些 比较政治的一些面向的问题 可是我们刚刚谈到的 事实上是一些 比较个人的生命经验的过程 可是我还是想要问 这些所谓的在政治上面的讨论 不管是补偿也好 或者是要不要救责也好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政治上面的举措 它对于这个二代也好 或是这个政治受害者 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也好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吗 它会有些实质上面的意义吗 我必须说它还是我们在强调创商或者是在谈疗愈 并不是在否认传统在做的口述历史的整理 或者是赔偿的金额的努力 或者是公布历史真相 或者是公开档案这件事情 并不是在说这些事情不重要 其实事实上我所接触过的家属 蛮大一部分的比例 他们不是家属 受难者 特别是受难者 蛮大一部分的比例 他们是认为说 应该要先处理真相问题 应该要先处理究责问题 因为对他们来说 有一个什么人出来承认 或者说有一个人出来说这件事情 就是责任在谁层上这件事情 对他们来说还是非常重要 这也是某种疗愈 就是他要知道某种真相 那真相倒不是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是到底有没有人可以负责 就是这一个 我比较觉得说 那个公布加害者是一个比较 我自己觉得 是一个比较 非现实的加害者 就是说 我现在当然知道 我现在看档案我就知道说 当初判我的人是谁 然后现在公开的档案里面可以知道说 过去的那些法官是谁 然后我可能去问同案我也会知道说 或者是我自己经历的 我可能会知道是谁 就是举罚我 或是谁告密等等 但是真正要负责的人 就是那几个在上位者 我们也都很知道是谁啊 洪梦契啊 蒋介石啊 蒋经国啊 那些人我们都知道啊 那 但是他们是不可能道歉的嘛 因为他们死了 就是 但是对某些长辈 像是我之前 就是听那个 蔡昆宁爷爷讲的时候 他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觉是 就是 就是 他觉得就是 究责这件事情 应该是要 就是蒋经国 或是蒋介石出来 道歉 因为他们是 就是杀了他的好朋友 跟 就是 影响他爸爸去 去 就是让他爸爸 呃 过世的 这个凶手 嗯 的关键 但是 他好像 我自己觉得他也很清楚的知道说 这一个救责不是 不是真的去 就是不可能真的去找到这一个 就是叫这个人去 去道歉嘛 事实上国家作为一个 政府作为一个国家 他也已经道歉很多次了 就是 然后也 也办了许多 呃 就是 就是 呃 我要说的是 撤销 撤销 就是 就是罪名的 就是 撤销有罪判决这件事情 那 可是 就是 就是 这一些都不是真正的究责 就是 或者是说 也许他们会期待 有些人可能 我是不会期待 但是有些人可能会期待 这一些 这些加害者被判 被揪出来 就是像德国那样被 被被审判 这样子 但是我 我觉得 我觉得 这个都是 都 对我来说 这都不是 看起来都比较像是 非现实的 加害者 也就是说 他比较像是一个庞大的集 一个国家的集体 对 一个集体 他是一个集体 所以 呃 我认为 这种究责是一种 呃 感受 或是一种 意念的指向 这样 就是我 我今天 我今天感觉到所有人都要救责 所有人都在 所有人都在说 这些人应该出来 或是政府也开始做这个行动 那个就 那个才是我心里觉得对的 就是我再猜这个才是受难者的那个核心 这是我说的 但是我想很多受难者不会被我这样 不愿意我这样代言 那赔偿当然还是很重要 因为赔偿是一个很快可以获得实质上的东西 特别是刚刚有谈到 其实很多人经济是陷入到 还有另外一种状况是 呃 比方说有些人去申请冤育赔偿 在早期没有补偿基金会的时候 有些人是去申请冤育赔偿 那 那个冤育赔偿可以赔的钱 跟228 纪念基金会可以赔的钱 和补偿基金会赔钱 那个基数的算法 跟就是 模式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有可能会发现就是死刑的人 可能 就是死刑枪决的人领的钱 可能 可能跟就是 呃 关了8年出来的人领的钱 其实是不相上下的 那你就会觉得这个是一个被评价说 谁受的苦比较多 啊我明明就是家人就死了 我为什么领到的钱 跟你差不多 就是这也会是一个 就是 就是 就是他也会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 就是 就是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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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 就是他会 就是会 会在心里感觉这是一个 嗯 我被评价 我的伤 我的受苦 我们家的 支离破碎 被怎么样决定重要性 嗯 这会有这个代表 所以 呃 我我我认为这这对 这些东西对 或者说 让社会大众知道这件事情的 发生 并呃 跟有这些历史 然后并且肯认这一些 伤或是这些勇敢 或者这些做过 就是台湾遭受过的事情 这对受难者跟家属来说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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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療癒 他还是很重要的 他对于创伤 还是有 很大的 就是 支持 这样我觉得他也是 至少我们知道事实是什么 责任是谁 那基本的 该有的究责 该有 要做赔偿也要赔偿 那这大概就是目前我们看到 促转会 在外界所认为的一个 比较 比较重点 那这个东西其实 我觉得这应该是基础的啦 就是基础本来就应该 要做这件事情 要不然我们怎么去一起走下去 面对后面的这种状况 可是刚刚敦先生有提到说 其实促转会 不是只有在做这样一件事情 而是在包括刚刚谈到的 这个政治受难者相关的 这个疗愈 或者是创伤的这种 照顾促转会在做 但是 你又提到一个 我觉得是蛮严重的问题 就是 这跟台湾很多政府是一样 就差不多是外包式的 然后大概就是短期式的 可是我们知道这种照顾 或关系的建议是一种长期的 那这种外包式的短期式 下一次换的另外一个机构 然后或者是 大概只有做了几年 可能不是几年 几个月 它就会没有了 那这个会不会是一个 很麻烦的状况呢 或者是我们应该先讨论 一个问题就是 促转会在这段时间 我们知道他在做这件事情 他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而做这些工作 目前这样看起来是足够的吗 刚刚我确实蛮同意 就是刚刚在讲的那些 都是一些基础建设 那个都是我在跟受难者家庭 家属们工作的时候 都非常重视的一些事情 那个补赔偿 以后应该证明是赔偿 就赔偿这件事情很难说 到底什么样叫做合理 叫公道 就是特别是 如果你又去跟冤狱赔偿 做比较的时候 心里很多人会不平衡 可是这确实一个 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他做了以后 我们才能去谈下一步 那我们在心里上 怎么获得一种疗愈 那个不是说钱赔了就没事 那我觉得钱这件事情很危险 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 你拿了钱你就应该要 没事了 要闭嘴了 可是实际上不是这样 不然我跟你换好了好不好 就是我这钱给你 那你家怎么样 你要吗 我想应该是不太会有人要 这种事情 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基准去衡量 那回过头来说 错转回再做 对 没错 他们确实在努力之下 就是有去发展一个业务 就是他们注意到这个政治暴力创伤造成的 后续需要疗愈的这件事情 以及信任的修复 所以他们在台湾 从去去年 前年开始 就在台湾各个地方 有设计一些据点 那最开始当然 就是从台北台中高雄 三个城市开始 然后他们也是 所以都会去维族 对 因为他们还是有去评估哪边的受难者 目前居住的人口比较多 然后比较有机会去发展一个据点的方案 不过确实就像老师所说的 他都是用一种外包式的 然后又受促转回任期所限制 所以他没有办法给很长的聘约 以及聘约的内容 常常会有一个标案的限制 然后常常会跟不同的政府部门标案 去做一个进合 所以他就会说 那个标案开案量要到多少 这个标案你怎么可以开案量这么少 但是他不会去考量到说 可能那个标案就是 比如说长照好了 常常都是 我们家属已经自觉到 我家里需要一些资源进来 我自己去跟政府单位说 我跟长照窗口说 我们想要做一个评估 然后很明确的说 我可能要用什么资源 那那边的个管可能要的就是说 那帮你算你到底要用多少钱 怎么去分配这些东西 那可能就这样一次性的服务 服务完后 可能就只要追踪你服务实用的状况 但是像我们这种 我们花了非常多的行李去建立关系 我们可能要前期花三个月半年的时间 可能用不同的方式 跟这个家庭用信件的方式 用打电话的方式 想办法登门拜访的方式 一层一层去让他愿意信任我们 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因为让我们进到他家里 跟我们讲他的故事 那我们花了这些努力 通通都很难在那个基准下被量化 而且现在的建立其实是最花时间 对 可是他又是疗愈最核心 然后又需要最花时间 但是我们却因为这件事情 可能就会因为不同的体制 或者是其他工作者有过去的经验 他就觉得你去家访一次怎么会这么久 那你今天开始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突然说我们今天先投到这里就好 因为我们这条街都录比较久 对 就是要让他完整的说完 这其实就是一个很现实 必须面对的问题 对啊 没错 而且因为这样发展限制 就会造成工作人员的流动非常快速 特别是如果这个标案里面 没有足够对于工作人员的支持的时候 其实工作人员很快 就会因为这种替代性的创商 或者是这工作的困难度以及复杂性 他比较没有一个SOP可以寻 他可能会因为每一个个案的状况不同 我们去发展属于他的疗愈的方案 或是用不同的方案去跟他建议 而且你个案的状况应该都不一样 没有错 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 就会使得我们今天好不容易建议的关系 可是今天如果因为发展结束 或是因为这个工作人员 他没有办法继续待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换人 那其实有时候又是一种很二次性的创商 就是说我们好不容易 今天如果我是受难之后 好不容易信任你了 然后你今天突然就要离开了 那好像才有一种要开始的时候就结束了的那种感觉 我一直觉得这种是一个现实 但是也是一个很荒谱的事情 因为我之前也是在做跟精神障碍有关的研究 我都觉得我们像类似的机构很多都是外报的 或者是只是一个短期的评约 但是这种关系的建立是非常复杂 而且是要有耐心 特别是信任感 这个是每个人的状况都不同 那当然这会看得到这个每个人创商的状况是不同 所以从刚刚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有提到说 这个专业的本身是很难培养的 可是我们好不容易开始要去培养的这些专业 开始扣到了这些人 可能慢慢的在培训这样一些人 可是又面临到他的旗程 或是政府的这种行政的流程 或是标案的方式 他又很快的就又消失了 所以他会出现一个很快速的流动 或是反而会让这些受难者的家庭 或者是这些家属是非常没有安全感 是那你下来是谁 我是不知道 我先把我的故事来讲一遍 他听得懂吗 然后听完之后 他会不会跟上次那个人一样 这种态度在面对我 还是会更好还是更糟 他是完全处在一种不确定的状况 可是我想再进一步去问的是 从做人者的角度也好 或是从这个当事人的角度也好 你会觉得什么样的一种所谓的疗愈 照顾的方式 或是政府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什么样的方法是比较好的呢 我觉得也可以补充刚刚说的 事实上在这一个 我还是要说就是促总会 虽然就是这一个方案就是 就是这个事半计划 他有他的局限 但他的确还是帮助了蛮多人的 包含我们家 这种他也开始关注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开始 他开始做田野我觉得 就是他开始做了一个田野 让我自己觉得那个田野本身 对工作者跟对论述 跟对个案生产者来说 都是一个新的磨合 在那个过程中你也才比较知道说 原来这一群人是 就像刚刚敦强说的 他是一个 就是 是临阵磨枪吗 就是还是什么 反正就是要上场去磨嘛 那可是 可是我自己觉得 应该说有一个事情是 我 我爸爸在过去没有这些 就是没有这个据点 因为这也是这两年才有嘛 没有这个东西之前 他是怎么做的呢 是靠我 就是我可能也有 我也有这个背景嘛 就是工作者背景 或说其他家属 事实上 就算他没有这个背景 他也是这样在做的 就是他自己一个人串联 因为他最了解 家里的那个紧密 跟那个捆绑的状况 他自己串联各专业 来他们家 来我们家做 就是照顾的工作 比方说像我以前 就是一开始最 像我刚刚说的 我把爸爸带到医院嘛 那光是这样子带到医院里面 中间就做了很多很多的 的那个布局去找很多资源 那再来是 再来是 这些资源真的要进来的时候 比方说 长照 要进来的时候 我要怎么让他知道 爸爸的特殊性 因为这不是一个个性问题嘛 就是从很久以前 我就已经知道说 假如你今天没有跟爸爸 取得一个信任关系的话 服务是不可能展开的 那如果是一般的 机构他可能就会觉得说 服务部门就说算了 这个案就没有办法开 或者是说 案开到一半 进行到一半 他可能就结案 对他们来说 可能就只是这样 特别是长照 因为他的形式的关系 他就只能这样 可是 可是刚刚敦祥有讲到一个 重点就是 你建立一个关系 是需要长期的 特别是 这么严重的伤 他的那个伤 不是只是对特殊对象 而是对于整个社会 是不是在 我觉得某种程度也是 就是当他受难的那个过程 以及他出来的那个过程 他的经历是不被人理解 而且他受难的那个过程 没有人可以救他 这个被世界遗弃的感觉 那么神 他要怎么去相信 有人要进来帮助他 而不是害他呢 所以 所以那个进来 协助他 或是去陪伴他这件事情 光是这个东西的安全感 就要建立非常久 关系要建立非常久 这就是一个考验 如果你受限在计划的期程 或是受限在计划可以给的时数 包含一般家访可能 我遇过我之前跟合作的社工 不是我爸的案子 就是去访一个就是家暴的家庭 他们就是那个社工可以 五分钟就访完了 因为他就确认说你最近 你最近就是 就是跟小癌的关系 你最近跟小癌的关系 你小癌没有去上学 然后家里还有什么情况 就是我没有要评断他做好不好 但是他就是可以五分钟就做完 可是 可是我不行啊 我们家五分钟就做完 那你下次就不用来了 就是 就是不可能开展 开展关系 那建立了这么多 铺陈了那么多关系之后 他才有机会 他才有机会可以 就是我帮爸爸铺陈那些关系 首先我要先去跟 长照的人说 爸爸是这样子的背景 所以请你进到家里的时候 要小心什么事情 那个就是创商之前的告知 就是说 你可能某些地方不能碰 那你可能会看到 看到家里有很多的锁 你也不要问 就让他在那里 然后你可能他的房间不能碰 有些雷不可以去踩 对 因为一旦踩了 就是这个家庭就没有办法服务 那对机构来说 就会是一个很麻烦的案 这样子 那我就要跟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长照机构 跟这个长照机构 谈好 那假设爸爸需要扶具 那我也要跟扶具的单位 就是来来帮爸爸看 那个无障碍空间的单位 讲好说 爸爸是什么样的情况 请你们进来的时候 要小心什么事情 那 那 爸爸去医院的时候 因为他对医疗有很多的抗拒 他很害怕打针 因为可能过去的不当行求里面有打针这件事 那 他可能 我就可能要需要告诉 要打针 或是要进行就是 比如说他可能要 用派碳机 或是他可能需要 埋针在那个 埋线在那个 就是身体上 不能动 或者是绑一个那个 就是住院的那个标签 光是这个东西 我都需要跟 护理人员跟医生去解释 就是去跟他们 请求他们 在帮爸爸做这些事情之前 都告知爸爸 他现在正要做什么 否则他就会像我们 有一次去住院的时候 他就觉得护理师要弄他 所以他就 明明他就很虚弱 但是他还是坚持要起来 没有人可以压得住他 后来就回家了 那他就发烧到就是有点昏迷 我们才有办法送他去医院 那送去医院 在救护车的过程 也很需要 跟救护车的人讲说 等一下 你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措施 你可能会上氧气 你可能会 把把把绑在那个单架上 因为单架会危险 那这个束缚 跟这个送氧气的过程 都是一些机器 对别人来说 他可能是一个辅助 可是对他来说 那是一个侵入 那你要怎么做 他才会好好的陪你一起去 一个不好的医疗经验也会影响他 下一次的医疗经验 所以这个过程就是 就是刚刚敦响说的那一个 助人工作者要具备什么能力 事实上这不是只有在 政治暴力创伤的工作者需要做这个努力 我们也看到精脏跟精神疾病经验者 他也会有类似的事情吧 然后性创伤的或是家暴的目睹 家暴的受害人 他也有各种这类的状况 可是我觉得政治暴力他最大的特殊性就在于 这个东西是刚开始 他还不被重视 就像刚刚 就像以前家暴 就是在邓如文案之前 大家都觉得就是 家暴这件事情 其实家里有 有一些争执或暴力的事情 那是家内事 我们不可以进去 可是 这个孤单的感觉 一直到他 现在开始被大家知道说 是不可以 就是不可以存在 就是家里不可以有暴力的存在 大家是需要去通报需要去帮忙的 光是走到这里 就花了那么长的时间 然后还发生了那么多案件 才开始走到这 所以 现在才刚开始而已 他就是一个不被认识不被理解 然后还需要整个社会跟这个族群 建立一个比较安全的关系 他才有机会可以 认为说 我可能真的去做这个 去接受这个服务是安全的 对 那加上很多受难者 他其实本身是高知识分子 或是说他不喜欢 就是示弱 很多受难者有这种状况 所以 所以他 或者是刚刚说的那个家庭的紧密度 他可能会觉得外人不会理解 于是就不会引任何的资源 甚至你跟他说 就是 我觉得就是 这个环境可以怎么样改善 或者是 爸爸是不是可以 或者是你们家人 是不是可以有什么的辅具 或者是什么样的 就是什么样的协助 比如说帮他备餐干嘛 他们可能会觉得 这就是我自己来就好 可是他们看起来就很累 我希望你来帮我 对他看起来就很累 可是你知道他需要帮忙 但是光是让他知道 他的接受帮忙这件事情是安全 我们会配合他的步调去开展那个关系 就要花非常多时间 所以根本在那个时间 建立关系的时间上 就已经是服务里的一个很 就是几乎是很最重要的那一个段落了 然后你还会遇到很多考验 那就会考验工作者到底会怎么回应这些考验 就是好像很多传统的就是工作模式 就是不可能回应这件事情 因为你要取得信任 所以你就开始要回应他的考验 比方说我去一个长辈家里 我带着记者去长辈家里 要跟长辈就是谈说 跟那个长辈已经蛮熟了 我要跟他谈说 接下来这个记者要跟你一起合作什么 我们要把创伤疗愈这件事情 怎么融合在你的影片里 就是在这小纪录片里面 然后光是 就我到陆窟 因为是陆窟案的长辈 到陆窟的时候他就跟我说 你自己人啊 你这份给大家吃 他就叫我去煮饭 可是我是谁 我不是他的家人 他就说我是自己人 我要去煮饭 这时候如果我拒绝他会怎么样呢 我不知道会怎么样 但是我也可以拒绝他 可是如果我接受他 到底我们的界限会变成什么 如果我拒绝他 我会失去什么 我不知道啊 对我来说我那当下听了就会觉得 这是考验怎么办 但是我后来还是去煮了 就是我还是去煮了就把他当家人一样 就是因为他说自己人 我就被说服了 就煮了给大家吃 那事情就开展了 因为 这是一个信任关系的展现 对 然后可是你永远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被考验这种事情 就很困难 所以每一次的抉择 每一次的回应 都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你说光是那一天我去煮个饭 然后带记者 我本来以为半天就会结束了 结果还是弄到三四点 就从早上九点弄到三四点 什么一个小时的家房根本就太短 不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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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很多时候 其实是要花很多时间去建立关系 特别是初期 那未来的关系才会慢慢的更快更快 那这些东西你说 现在的社福系统有没有办法 就是现在的住人工作者 有没有办法承接 老实说 大家都有想要做 我相信 我打从心里 相信每一个工作者 都想要人变得 变得平安变得好 可是都想要帮助 可是他有没有那个sense 跟能力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 你如果要服务一个性创伤的个案 你在学校可能会上过性暴力人课 你在学校可能会一起讨论过团体里面 如果遇到这样的性创伤的人 我们可能可以怎么做 或者是你在学校可能会讨论过 精神障碍的 学过精神障碍者 或者是 就是ADHD 或是AS的小孩 可能要怎么跟他工作 可是学校没有讨论 政治暴力创伤要怎么处理啊 所以我以前的那个 智商经验也是这样 就是包含我其他受难者二代 也会这样跟我说 好像打从心里 就会有一个感觉是 心里有一个很重的东西 我说出来他也不会懂 因为那个历史的故事 光是要让这个思商思懂 我就 我干嘛要来 我觉得 好专业 好复杂 好个案 我觉得好懒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庞杂 非常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想要请教 敦详从助人者的角度 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期待 或者是你觉得应该怎么进行到 特别是我们知道这个促转会 在今年五月他可能就会 就是任务完成了嘛 那但事实上这些相关的工作 在三月可能已经都停止了 那接下来就会是七月 或是之后 他们可能会有新的编组 新的计划 新的这种工作的移交 在这个过程 在这个阶段当中 你自己会对这样的一个移交之后 或是从你的角度来讲 会有什么样的期待 怎么样做是一个 从你的专业来看 或是从你的专业 或是你在这三次你来的经验 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 我觉得细节 就像慧英说的那个 烦鸡不及被宰 这其实是 是非常非常多的细节在这个理念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大的框架 就是说 我们不要再给那种半年一年的方案 然后我们在建立关系的时候 同时要去担忧一个 什么时候会结束 那我今天跟他建立这个关系之后 我要把它摆到哪里去的这种担心 那所以他 我们常常会有人问说 那这样的疗愈到底何时会结束 我觉得他也许就可以 真的要类比的话 也许就像家暴性 我们不会预期说 你什么时候伤可以 就是痊愈什么可以好 然后这也不是 特别是今天这个伤是政府 这个国家 这台整个机器造成的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预期什么时候会痊愈 可是我们要在这条路上 那个让每个人用他的步调 然后能够同时有一个心理跟物理的空间 同时搭配着陪伴着他去走这个过程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很多受难者都已经年纪很大了 他可能还没有走到 才在这个路上 他可能就因为死亡 因为生病而没有办法继续下去 可是今天我们这个国家要做的是 应该要让这个空间持续是开着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个方案的期程要够长之外 加上他的编制跟编柱 今天如果我们要做好一个够好的疗愈方案 其实我们的编制跟编柱是要足够的 像其实我们在这份工作的经验中 我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的遗憾 就是说我们的个案量其实到一个上限之后 我们要继续维持住这些个案服务 维持住这些关系 其实基本上就是已经满了 但我们还看到很多人 其实你需要花功夫去跟他建立关系的 可是你根本没有那样的余裕跟时间跟空间 去这样跟他建立关系 特别是当你面对一个方案期这样结束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那我只能先隔着 那有一些人他可能还没有到准备好 要跟你用这么细致的方式工作 可是他很愿意希望可以在这个过程中 获得一些注意跟关注 然后那个东西是让他觉得自己的伤 可以某种程度被看见 那其实就会需要一个空间 一个是属于他们的空间 那个不是说去跟谁谁谁家借空间 像我们常常就遇到 因为我们可能因为办的活动或什么的地点 对于受难者来说交通不是那么方便 我们就要去跟别人借空间 或是说我们的空间可能不是人事 我们就要跟不同的单位去借空间 那对他们来说 就是还是一个不熟悉的环境的熟悉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在最基本上 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定跟长期的时间空间 跟行政条件的配置下 那至少是一个好的开始 那我觉得细节的工作方法 那个都可以在后续慢慢去调整去学习 就是我觉得也许没有一个最好的东西在 可是他能够以这样的形式持续下去 那就是一个我觉得够好的形式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议题 而且其实我不知道就是政府看起来 未必有很充分的准备 或者是看起来这些准备 从一个现实的实践状况来讲 不管是惠英所说的 或是刚刚顿祥所说的 其实他都有蛮多值得再去检讨的一个地方 我最后想要请教惠英就是 因为促转会就是我刚刚问的一个问题 促转会他的任务要完成 然后接下来会去移教 从你的角度你的想法 你觉得应该要怎么做是比较合适的呢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 我们要知道那个疗愈这件事情 他应该是一个完整的 在整个社会跟环境的系统里面发生的 也就是说他不会只有身体的疗愈 他的治疗或是照护 他也不会只有就是心理的资商或是支持 他还要进到社区 甚至进到这个社会里面去工作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这个中座的团队 第一个是他必须要跨专业 意思就是说 我不能只局限在我都是身体照顾的这些专业 不可以只有OT 只有护理师 只有社工 或只有心理师 不能只有家 那他必须要 甚至必须要连行政人员 他都要有一点sense 他不能接到电话 接到受难者电话的时候 他用一种就是 就是比较不好的方式跟受难者沟通 那这个服务又断了 然后 这是一个 就是 如何 如何让 然后 然后你可能还需要有法律背景的人 可能还需要有历史的人 可能还需要 能够跟跨网络工作的一些机会 然后这个 这个共案或是这个跨网络工作 跨专业的工作 他不是只是个人负责不同的工作 意思就是说 不能只是OT负责附件 然后心理师负责资商 不可以这么这样子的分工 事实上所有的社服工作都不可以 然后 然后他应该是要做的事情是 是交换你的工作视野给别人 比方说如果今天一个社工他没有办法 他可能对历史没有非常足够的了解 或是对法律没有足够了解 那也许就跟法律人或是历史的工作者 一起合作去入家 那那个入家可能也会让 那个受难者觉得说 自己的历史也被重视着 这样 这个团队我的整体是被看见 我不是只有被看见身体 那这个 这个跨专业就很重要 然后如何让这些 就是状态可以回到这个社会做对话 也很重要 然后 然后 个人就是按阻他 他是不是能够 进到一般的体系去 去寻求各种不同的 的协助或是不同的连结 意思就是 他 他也不能只根据点工作 他也不能只跟工作者在一起 那你如何让他的关系可以 就是所谓的重建社会新的 你如何让他的关系 除了跟工作者的关系 跟家庭关系外 还能往外发展 这也很重要 嗯 让整个社会变成是他 支持他的网络 我觉得是这个 这个 未来移交到卫福部 一个很重要的规划关键 嗯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细致 而且不只是专业 就是刚刚慧莹提的是一个跨专业 那我们的确看到政府 开始在做这件事情 但是其实他时间很短 然后又面临到这个 所谓的任务的这个完成 那甚至在过去的做法 就是我们刚刚讨论起来 就是跟一般的这种专案式的做法 这种外包式的做法 几乎是大股小育 可是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的确是一个国家 所造成的一个现象 我想在这集结果当中 我们提出了很多的意见 很多的想法 也许我们的政府 或是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 可以有一些 至少你会了解 但是除了了解之外 你愿意来行动 来愿意给我们政府一些建议 或是有更多的关心 我们都非常欢迎 你能够一起来表达的意见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 来跟我们分享 希望下次有机会 再跟你讨论其他的这些议题 我们下个礼拜再会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